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我是安东尼奥卡斯蒂利亚 我们将解决第一年的考试在2014年 我们得到了一块海拔盒计划 并要求我们执行指示的切割AB和尺寸 现在,我们将减切合在另一维解释视频 纵观方向 箭头表示法院看到向右走 那么我们就必须划出离开轮廓 与法院表示 在做出削减 我们将以此为留下个人资料 这不是强制性的 但将帮助我们避免错误 并采取更严格的程序 突出的在工厂中 有一个圆形的形状和它的高层是矩形的 那么,第一件是断定 它是一个圆筒形件和其轮廓式 我得到测量高度和值 另一特征是最明显的是在较低的高度 我们看到它缺少对应于具有两个隐藏纹地板的部分 因此我们推断 是一个长方形的槽 我们从配置文件提出的高度绘制隐藏线 每当一个槽、钩槽或孔上的圆柱形部分是由必须被考虑到 其侧面是不平坦的而是弯曲的 所以轮廓线发生变化 扩大详细的 如果该插是极小的 通常轻式 但如果有可见那个地方 测得在草壁的植物长度和携带信息 填写完整并删除多余的 我们继续承认简单的零件、乳孔、植物的小周长对应于隐藏线的高度的矩形 那么是一个圆柱形孔 资料将对应一个矩形成它的海拔高度和植物的直径 正下方上面有较大直径的比我们同样轮廓的孔 它仍然确定的顶部的形状 纵观我们看到了三个方面 即凸起和凹槽 但以什么顺序地? 假设中央部在绿色是腰口 而外部零件在黄色是凸起 然后我们认识到情况并非如此 因为在中心部分和标高尚未被隐藏在与巨杯看见 我们也有在较小孔的另一轨道 如果中央部分被击尘孔不能得到顶端 因为它在原来的 第二个选项 中心部分是较高和较低 外部当然是正确的 我们提出的植物的高度和宽度 我们迎来新的边界 并删除了两个外片 我们已制定了左侧视图 现在我们将获得晋级AB 我们设置相同的环境 我们必须为最终结果 曾经被隐藏的称为意见 如果切口轻过格方 由于顶孔通过法院将以此作为公司的部分观点 下一个孔也穿过切割 以便我们会致可见 低槽观点也恰好被削减 在这些部分条纹拉斯就是为什么它花了切割平面 恐惑用于与切削平面接触 并非该下槽的臂的内部不被划伤 这是最后的结果 在下一视频解决运动评估的第二部分 从安东尼奥卡斯蒂利亚打了招呼 字幕志愿者 材料